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大财宝 我是陈学进 今天台北股市杀得很凶 不只是美股暴跌 台股也几乎今天也是出现的一个奔跌的局面 上下的一个高低点 从早盘的一个开高9296点 到尾盘几乎以最低点做收来到8926点 高低点的一个价差达到多少 300多点将近400点 高低点将近400点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您有没有做这个方向 别的老师怎么做 我们不管了 或许有的人只是嘴巴讲讲 但是你可以看到 在昨天的一个时候 我就告诉过大家 虽然短线上 渴望有反弹的一个机会 但是反弹上来的一个同时 你还是要提防小心 为什么要是提防小心 因为如果他的一个结构面 从满面都还没有办法改善 他没有办法 扭转颓势的话 你还是要提防他的一个 再度击杀下杀拉回 在昨天盘后影音 我就一再的提醒大家 相信大家也都有目共睹啊 其实今天的一个下杀拉回 你也能够怎么样 完全掌握到 为什么也能够完全掌握到 来看看 在今天这是盘中的一个时候 今天11月9号 在盘中的一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攻击力道 只剩下多少 0.3 攻击力道只剩下0.3 哇夭壽喔 驾你怎么 驾你这些的一个业内法人 这些的一个大户是拼命在卖啊 不用等到收盘 你在看什么三大法人 到底今天卖多少 不需要啊 在盘中的一个时候 我的一个攻击力道 就会告诉你啊 今天的一个主力法人 他们的一个坐驾的一个状态 到底他要做多还是在做空 还是在调节股票 大财保 都会清清楚楚啊 帮你来做掌握啊 你看大户指标啊 从10月28号啊 开始啊翻率啊 大户开始在做调节啊 然后攻击力道啊 也随即啊 转落下来啊 指数啊 跌破短线 关键转落啊 我就一再的告诉大家 我就一再告诉大家 你千万不可料理精心 甚至你可以看到啊 OTC的贵买指数 盘中攻击力道只有0.17啊 各位啊 都没有追加的一个买盘 你叫他如何当选啊 当然现在啊 出来啊 几乎啊 川普确定当选啊 但是在早上的时候 大家还在期待希拉蕊 渴望当选 渴望卫啊 整体的一个股市 注入一季的一个 抢金身的一个同时啊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我的一个大财宝 就已经事先告诉你 今天你真的真的 要万般的一个小心啊 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进去 有听进去 我恭喜你嘛 至少这一波的一个危机 这一波的一个下沙 你能够全身而退啊 要是你没有听进去 你怎么办啊 各位啊 你唯一的一个办法 就是要赶紧来找我 为什么我这么说 你可以看到啊 包括怎么样 15分钟线 这是15分钟线 在早上9点15分过后 就已经告诉我们什么 大户开始在做撤退了 所以啊 我常说啊 唯有领先市场 动作先机啊 才能够啊 帮你创造真正的获利啊 你可以看到啊 在过去啊 随着一个啊 指数跌破 短线关键转落啊 随着一个啊 攻击力道转落啊 我就一再的一个提醒大家 我说在这个时候啊 你唯一能够获利之大 就是要懂得怎么样 反向避险操作 反向避险放空操作 你可以看到啊 都有证据理由啊 我们不是只有嘴巴说说啊 哇看掌说掌看跌说跌 哇今天到底一定一大堆人 都告诉你说 哎呦你看 我就告诉你要小心 但是理由证据呢 我们不只是事先告诉你 而且我们还带着我们学员 确实执行 你可以看到啊 我们学员啊 都可以帮老师做见证 我们的一个手上 没有任何一档的多单 我们啊 开始避险放空里来 你可以看到 这在11月2号的时候 我就说啊 如果你手上有这些个苦 你要小心啊 甚至包括什么 凯胜啊 包括文帽啊 这些你都可以避险放空 来做一个操作 你可以看到 这一路的一个凯胜 怎么跌的 到今天啊 持续的一个下扎在破底 如果你懂得做把握 你看今天 到今天跌到多少 35.3 10月11号就开始出卖讯 到今天跌到35.3 各位啊 35.3 十张就是35万 其实这些你都能够避开的 不仅你能够避开 而且你又可以跟着 我们的一个脚步 你可以反向避险放空 照样可以来赚啊 包括你可以看到 包括康友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 在上礼拜的时候 哇好多人都说 哇生气股啊 康友哇 获利很好啊 获利很好 但是他要不要涨我告诉你 你还是要看我的一个大财宝的一个脸色嘛 我的一个大财宝就告诉你 喂 在10月28号 还开始大财宝在卖 然后10月31号 翻律走空出卖讯以来 就跟你说这种高票要怎么做 要怎么做 就算你没有反手避险放工 但是你也要懂得什么 也要懂得啊 卖啊 你要懂得把资金把它收回来啦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包括红达店也是一样 好多的一个外资都说 哎呀 红达店不错啊 红达店的一个VR 哇 渴望怎么样 渴望大卖啊 但是有没有用啊 各位啊 有没有用啊 五号嘛 就要说人在走人在买嘛 你看 比前放工这样一跌 11.9块 才几天 七天的一个时间 七天 你如果做多就变了多少 七天就要10点就要11万了 那一百钟就要了多少 一百十一万了 各位啊 这绝对不是开玩笑的啊 你可以看到 在过去我一路 我跟大家说过啊 像啊 光通信的一个光红也是一样 你看为什么这种的一个股票 表现的一个都非常的一个虚弱啊 我相信啊 这些的一个股票 我在节目上 我一再的一个提醒大家 提醒大家 你千万千万真的要万般万般的一个 小心为夷啊 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啦 那么这些的一个股票 你看都是处在落方的一个 空方的一个趋势啊 如果你能够听进去的话 当然是最好啦 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 怎样我们的一个大财宝 你看风翔也是一样 非常机车 很持续的一个下沙 包括什么百元也是一样生气股 好多人都说生气股是一个避风港啊 哇今天如果说大盘跌的时候 哇把资金跑进去生气股啊 就可以怎样免一下子有危机 谁说的啊 谁说的啊 生气股还不是这样给过去很多人 告诉你生气达人的一个怎样的人 你看 你今天去生气股还不是一样 还不是一样照样的一个怎样跌得产兮兮 包括美食一样今天持续的一个下沙在破底啊 包括什么包括续户也是一样啊 你看 其实这些股票你都可以避开的 各位纺织股的一个巨洋也是一样 今天持续怎么样 持续下沙在破底啊 甚至啊包括什么 你可以看到太阳人啊 中美金啊在早上的时候啊 时报资讯就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说 他今年虽然有小经济的一个获利认列 但难以弥补啊 损本业的一个亏损 此外还有认列什么 保德人员的一次性的一个亏损跟 亏损获利啊 导致今年的一个单季大亏多少 13.05亿元 每股竞损2.27啊 第三季 这是在今天11月9号啊 时报的一个资讯所发布的一个警讯啊 但是你看到这个警讯来得及吗 你看到这个警讯今天杀跌停了 你来不及了嘛 不过啊 如果你有我们的一个大财宝 相信你今天你会很辛苦 为什么我这么说 因为你可以看到啊 在几天前 二四六 六天前 六天之前 还没有灌下来 还没有杀跌停之前 六天之前 11月2号就告诉你有什么 有警讯有危机 翻律走空 这一波反弹上来 翻律走空 大户在卖 攻击力道转弱 就这样说 啊你如果这种股票 那时候你就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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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要看 你如果走到驾驶办 跟你完全都没关系 各位亲爱投资朋友 是不是啊 这就是啊 有没有一套好工具啊 非常非常的一个重要 俗话说啊 知己知彼才能够百战百胜嘛 今天不是你没有赚钱的命 今天绝对不是你的一个问题 也不是你的一个运不好 你现在你所欠缺的是什么 你所欠缺的只是一套好的一个工具来帮你嘛 你今天只要拥有我们的一个大财宝 你可以看到啊 第一个 杜空讯号非常的一个明确嘛 把人会做多 我告诉你说你要避开 你要避开 因为我们的一个大财宝 他出卖讯 他告诉你大户在卖 告诉你要跌 告诉你要小心 各位啊 有没有 该多该控都一亲的一个恶主啊 不会互多互空模拟两可啊 更重要的是你不会买在不该买的一个地方啊 各位亲爱的同志朋友 你看这一波啊 多少人带你去抢啊 抢的一个结果啊 不论你抢哪一档的一个股票 到今天都遍体鳞伤啊 怎么办 怎么办 所以你会发现你今天拥有我的一个大财宝 不会买在不该买的地方 更不会空在不该空的一个位置处嘛 只要你能够听话照说 获利赚钱就不用等太久 这就是用工具的好处啊 那么我想啊 我说再多也没有用啦 如果说啊 你今天啊 你没有来找我 你今天啊 你没有大策大悟啊 的一个决心啊 跟企图心啊 如果你没有来找我 就算我的一个大财宝 非常非常的一个准啊 但是你叫我如何来帮你 你今天需要我来帮你 你一定要能够 让我能够找到的你的人嘛 当我能够找到你的人的一个时候啊 老师也一定会 尽我最大的一个权利 来帮你的 老师说过啊 我绝对挺你挺到底啊 所以啊 如果说你目前啊 还有持股上的一个问题啊 你需要老师来帮你的一个地方 你便携去 这个电话你已经要交通 你可以啊 拨打以下这个电话 23219933 把你的一个持股状况把它写清楚 跟我们的一个助理人员说清楚 老师会尽快回复大家的问题 或者啊 你可以啊 填写的一个怎样 免费的服务的一个表单 你把你的一个持股状况 你把它写清楚 那老师收到的一个表单之后 网络的一个怎样 Google的一个表单之后 老师会尽快 来回复大家 最后祝大家 操盘顺利 平安喜乐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